記者嗎?幾度幾度是Base on Alphabetic 我們曾經講過的 Base on Alphabetic 這好像在第四唐課講過的 六度什麼六度呢? 從D到B Alphabetic 它的跨度是幾度啊? 許他同學 知道嗎? 還你以外還是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 有一個零呢? 奇怪 啊 D到B的話 你說不是完全 但是還是D跟D D跟B還是在裡面 D大調的彈一下 這個動力來說一次 所以從D到B是什麼? 對啊 那還是有D跟有B啊 對啊 那還是有D跟有B啊 這樣是什麼呢? 完全 六度嘛 D到D的B 沒有完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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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蛤? 不是 好 D D裡面有B好了 B B單 B的音節有沒有D啊 有 沒有 有 你看看你的B的音節 沒有 我B彈一下 你彈一下B的音節 D 我B彈一下B的音節 D D D大調裡面有B D大調裡面有B B大調音節裡面有沒有D呢? D大調 有沒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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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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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沒有地 所以它肯定不是完全 因為六度 二三六就是沒有完全的 你出去說不是完全六度就是 沒有完全 只讓它有大小的 OK 你說D到 現在是講D到 D和B之間 D和B之間 D和B之間不是 D E F小 G跟B G跟A跟B 喔 B沒有 弄錯我還以為B跟A 也沒有弄錯 這個是大六度 這個 雖然0有它 但是絕對不能說是完全六度 OK 六十 二三六七 必須是大小或真簡 絕對沒有完全 對 在它音階裡面 因為這個 因為D在D的音階裡面 只要在它音階裡面的 就是大或是完全 只要在音階裡面 四度的 就是在音階裡面就是大 就是完全 五度 六度或者是二三六七 在它音階裡面都是大 對 所以這基本 在音階裡面 所以就是基本 如果這兩個 是在音階裡面的時候 就是一的B是大 或者是完全 你中有我 我中的你就是完全 只有我 有你 你沒我 那就是大 D到B 應該是D E X G 還是有B 對 所以有啊 所以它是大六度 這不是完全 不是完全 因為B裡面沒有D 沒有D B B B裡面沒有D B的音階沒有D 而且 從這個來說 就決定知道 它沒有完全 六度就是這個 這個詞 B B到158 是完全 對 158 二三六七 這個兩個 記住 這兩個 你說B到D 他就沒有D B的大調音階 B的大調音階 沒有D B大調音階 是甚麼 B B C-S-A C-S-A D-RE-B C-S-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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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月底三十二頁 記不記得第二堂課 還是第三堂課 我就跟大家講了 你要回去每一個大調音階 練三十遍 所以為什麼說 每一堂課都是 環環相扣 環環相扣 前面沒有把基礎打好 後面你肯定聽不懂 這個我可以guarantee 對不對 在這句話 在大調音階裡 每一個音與第一個音 與它的斗 距離都是 一等是完全或者是大音 所以那個圖上面的圖 一度就是完全一度 那個二度 斗跟裏之間就是大二度 斗跟裏之間就是大二度 完全四、完全五、六、七 這個不用去特別的死記 你知道就好 你知道 你就只要記一、四、五、八、二、三、六、七 就完了 這個是樂理 這個樂理真的是很討厭 很煩的 連我自己都覺得很煩 我都不會去死記他的 你就是知道 how it works 記住這兩塊 然後記住你中有我 你就是知道 how it works 對 你就是知道 how it works 你幫我考驗一下 OK 好了吧 明白了 OK 休息幾分鐘我剛剛看視頻 順便就講這個 好 休息五分鐘 休息五分鐘 好